是想在这分手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矛盾特别多 然后很多不合适的地方 跟他在一起心特别累 我还没跟你说分手呢 你还先跟我说分手 我觉得我挺好的 我没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这个即使分手也不代表谁就不好 好不好 这个你想分手吗 目前不太想 不想 你看 那好好说话嘛 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是在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他是大学的同学 然后我的同学跟他同学也认识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就在一起了 三年前 朋友圈有交集 都谈了三年恋爱了 对 已经出了三年了 怎么了呢 为什么要分手呢 就是因为矛盾特别多 而且我俩的性格现在觉得越来越不合 他现在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了 他就要求一些什么呀 就是他太懒了 就有的时候我去他家 我从来没见过他跌过被子 那被子天天就往那一堆 不是 我的被都是扑的 我几乎就不跌 那行 被你不跌 衣服你跌得行吗 那衣服满天都飞了 你还不跌 因为我教跳舞嘛 我还得换舞蹈服 然后回家我还得换睡衣 平常还得换两套衣服 那我每天我就跌衣服玩了 你帮他跌呗 你爱他吗 爱他 那给他跌了不就得了吗 不能一次都不跌呀 我也有跌的时候 但是比较少 两月跌一次 他帮你跌吗 他帮我跌 你跌不是挺好的吗 叔叔你还不行啊 但是就是家务的各方面 他都要挑我 因为我平常上班比较忙 他是学生 他的时间比较多 但是他还是挑我 他是处女座 他对我的要求特别高 就是喜欢定一些条条框框 就我们出去玩 他都要定一些条条框框 比如说我们早上要几点起了呀 中午去哪啊 晚上在哪住啊 就所有的事都要定得特别明白 就是每次都是 所以说我跟他觉得 我跟他在一起特别累 谁定啊 是他定好你执行就行了 还是说 他定好我执行 出去玩都是早上几点起 定的非常非常多 如果不按他的计划执行 他就又要说了 说很多事情 出去玩反正就是定这些事嘛 然后我就觉得特别累 因为我们本来出去自驾游 我就觉得就是去放松嘛 然后怎么开心 就怎么去哪都可以 然后他非要定 说定在那啊 去怎么住啊 然后到那定 然后还没定明白 规矩特别多 然后每次都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咋没定明白了 你不是睡得挺好的吗 他说定一个海景房 说特别好 我一到那去看了 那个海景房都不到十平 里面可破了 那我看你睡得挺香的 八点多到那九点 你就躺着睡 第二天起来 我行的咱俩去赶海 我五点多起来 我叫你你没起 不是赶海 那是我累了一天了 我回去肯定要先睡觉啊 再说那海没退潮 你赶什么海呀 你跟我去游泳嘛 那海退不退潮 也不是我说了算了 那不在我计划范围之内 对啊 所以说计划没有变化快吗 不要把什么事情 都计划得特别好 到时候 然后给自己打脸 那第二天不也是吗 第二天咱们说 那换个地方吧 去大连火车站吧 去大连火车站吃个饭 也是 他定了要去哪吃饭 要住哪 什么事都听他的 到那呢 不还是又是被坑了吗 那还不是因为你懒吗 那我也知道火车站贵 我说那个 咱俩去远一点地方 说也溜的溜的 然后呢 刚走两步道就喊累了 然后他就搁那个 住的附近 随便挑了一家吃的 本来二百块钱的饭吃是五百多啊 我觉得他不是说在意说 吃饭啊什么呢 他就比较在意钱嘛 他觉得钱花多了 觉得我钱花多了 那本来就是嘛 我要不看你钱 你钱是不是早都花没了 他之前要开那个饮品店 然后自己随便就找了一个加盟商 他就要加盟 然后加盟商管他要钱 他就要打 那还有我对面有朋友 他是专门就是开这个饮品店 我问了 他说这个加盟商就是骗子 那我要不拦你 你是不是就把钱打回去了 是 加盟商那个事 确实是我做的不对 但是那个当时我就是 特别想创业 然后比较着急 然后可能是心急了吧 然后就差点被骗 创业也没有说 刚创业就要 就非要成功 那肯定有失败的时候啊 那我现在不是开舞蹈工作室了吗 我舞蹈工作室开的特别好啊 我舞蹈工作室了 那高明那男的比女的都多 一天天老搂搂包包 我能收了吗 那根本不是搂搂包包 那就是正常教舞蹈的动作 是你想多了 正常需要两个人 跳的那种交际舞 他如果说近住了 看见了的话 一下就把我们两个拉开了 其实那就是很正常 是他多想了 然后后来弄的那个学员 就说要找我推钱 说你男朋友 就是太暴力了 根本不想在你这儿学习了 然后就当我挣了很多钱 其实他 那不还是因为你有肢体接触吗 我看着我不放心 你说你还半夜老 跟他们出去喝酒 那我能放心吗 跟谁出去喝酒 我根本其实 我不是总喝酒 而且就是KTV跟酒吧 我从来都不去 我喝酒只是在饭店喝 而且就是从来不跟乱妈气糟的 只有一个就是挺好的一星朋友 然后在一起喝酒 再说只有那一次 我出去喝酒了 那次就是 因为那个时候他放假了 他去找我 然后就是总有女的给他打电话 然后他都没有存号码 就是一直给他打电话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我俩吵架了 然后就那一天我出去喝酒了 那都是我同学 就半夜人家问问功课的事 都咋的了 那是事吗 我觉得你同学 应该不会半夜问你功课吧 我明白你关心的那个点 说白了就是咱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我觉得可能刚开始有信任吧 但是现在慢慢的信任越来越少了 彼此都不信任吧 对 而且他现在还马上要出国了 谁要出国 他 他马上要出国了 然后可能要去两年多吧 但我觉得这两年多 可能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 所以我就更不放心了 我觉得怎么说 然后我还比他大 我家里人也不同意 我跟他在一起 我出国那毕竟是父母的命令 父母命不可为 再说了 我出国留学也是 也是为了深造 我想得很好 就是回来之后 能为我们的未来 能一起打拼 然后我也想带你一起去 但是你不去吗 我这边事业刚刚成功 我不可能放下所有 放弃我的父母 所有我都不要了 然后我去跟你走 你从来只会说 你跟我走啊 跟我走 你从来都没想说 说你为什么不要留下来 女生想分手是吧 对 林林总总说了一堆 性格不合了 男生斤斤计较了 有规划性了 嫌我懒了 听到后来听出点意思来 对吧 如果他不出国的话 还会提这个要求吗 分手的要求 他如果不出国的话 我觉得如果他继续这样下去 我也觉得可能 至少这段感情还不会现在 由你嘴里说出分手 是吧 对 男生也好奇怪的 其实你好像对这个女生 也不很满意 对不对 对 那为什么不提分手呢 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感情还有 感情还有 你说父母命不可为 是吧 爸妈让你去留学的 对啊 毕竟也是为了我好吗 你父母知道 你们俩谈恋爱吗 我没跟你家里说 为啥不说呢 你父母让你谈恋爱吗 也让 但是我就是 你父母在乎你谈一个 女生比年龄大的女生吗 他们会在乎 会在乎 不是父母命不可为吗 怎么这就为了呢 所以两个人啊 都发现了 在这个情感当中 有问题了 都怕被伤害 都怕被别人开口说出来 咱俩分手吧 不就怕被分手吗 于是有人就想主动地分手 是吧 觉得那样就好一些 是吗 来我们听听老师们 怎么来分析这段情感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波红兄 你说他懒 我倒看到了他身上 就你懒 这个问题上的闪光点 你看他去找加盟商 去开饮品店 虽然失败了 但这是一次试错的过程 他就累经验以后 可以东山再起 现在他又开了舞蹈培训班 按照他说 现在应该说还是很平稳 而起色也很好 这恰恰证明 这一个女性在本质上 他还真不难 他还真不是一个 以后想靠男人生活的女人 这一点你应该看到 他的这样的一个长出 所以你也很喜欢他 但是刚才说到 这个出国的这个问题 他比你大三岁 现在二十五 你出国三年 他如果等你三年 那时候他已经奔山了 如果你在国外 你陷后了漂亮的女孩 对他来说 这不是故事 这是事故 你让他怎么办 我很现实 当然两个人相爱 应该支持 爱的人 他的事业 学业方方面面 应该支持 但他这一点 他还真不是自私 他也要为自己想 所以这个问题 还是需要两个人 好好的双量一下 彼此为对方想 他我感受到 为什么在你的 这一个出国的问题上 他寸突不浪 作为他的底线 作为他的原则问题 一方面他担忧 时间他等不起 另外还有一个核心 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恋情 你的父母还不知道 等到知道以后 你会怎么办 这是他担忧的 所以有些问题 我认为两个人 坐下来好好的双量 我们试图去解决 比如说 把这个出国的问题 先放一放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 胆量 把你们两个人的恋情 告知你的父母 然后做你父母的工作 这是一个前提 因为以后你会碰到的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 或许 他的安全感又增加了 那么然后两个人再双量 那个出国的问题 这样就会好很多 我就说这一句 好 谢谢波红秀 来 莎达老师 不是出国造成你们之间的问题 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 我刚才总结了一下 有三 每个人都跟你说 我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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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在于 这是个少爷 他所有的言行举止在他们的交往过程当中 他都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 再加上长得还可以吗 所以他那不是大男子主义 他是一种骄傲和优越感 家庭条件好 自己又长得还不错 但其实是靠自己 但是相对比于你而他 其实他挺不错的 一直自己在创业 从整体的自我奋斗的角度上来说 这个女生比你强 但是女生却莫名地又有点自卑 是吧 其实你今天说那句话特别没有底气 说如果你留下来我们就在一起 你明明知道 不管他是走还是留 如果他不改掉他的少爷毛病 如果他不自力更生 如果他不消除自己那种莫名的优越感 把自己放在一个跟你平等的位置 你们即便他留下来 你们也是不可能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你明明显显能够感觉到一些不安全感 你拼命地挣钱创业为什么 就是希望能够把自己摆平 在跟他同一个位置上 他随便向父母一张口就是一笔钱 你却要奋斗很久 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跟一个长得又帅 家庭条件又好的一少爷在一起 表面上看上去是风光的 大家都羡慕女生 但心里苦不苦只有你自己知道 坦率地来说 我认为这个男生不是你的菜 至少现在还不是 等到他什么时候能够自力更生了 他能够懂得去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 懂得在生活当中细心地照顾别人的感受的时候 也许那个时候他适合恋爱 而你是不是要陪读 陪到那个时候呢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所以无论他走还是留 我认为你都应该把自己的自信提起来 他应该把优越感消除 二人生活当中一定是平等 就这个 好 谢谢陀老师 好了两位 琢磨琢磨吧 沉下来吧 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留学顺利 现在很多人都急着出去留学 留学完了之后又要回到这片土地上来 这里面很多问题其实让我们思考的 你也考虑考虑 留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真的是学习去了 好 如果要是镀金呢 不如踏踏实实国内好好你干个三年 你认真干三年 你再说 好不好 所以感情的事我觉得你们可以先放在一边 因为生活才刚刚起步 都先想要个人前途 最后再谈恋爱 别来不来的都养活不了自己 在那谈恋爱 有啥意思啊 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年 我 其实我出去出国 我 我还是想和父母好好商量一下 如果真要说 父母必须让我去 我觉得你就根据自己的心走吧 怎么想的 然后就怎么去做 我觉得我还是在这边 好好开我的舞蹈工作室 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我也还是很想留下的 但是 真的父母这关 我可能过不了 好 请亮灯 两位请回吧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关门 明镜与点点栏目